因為我覺得這個 不管是為健康追求這個超前部署 其實我們女生的美貌 我們現在也很流行超前部署 啦啦啦 我是為了我的第二春超前部署 因為我離婚之後才發現 女孩子真的要好好保養 為了要遇見我第二春 我要先把我素顏的狀態顧好 就想說素顏有眉毛有嘴唇 就很漂亮 然後也是跟那個秀眉絲討論好 所以我想這個眉毛很開心 那不嘛 因為眉毛好像比較沒有那麼痛 我就睡著 然後醒來之後我就說 我怎麼變成蠟筆小新 然後他就說 因為我們現在流行野生眉 野生眉就是歐美那種 歐美人士都會流行那個野生眉 是我自己幫你改了眉型 我說不用跟我討論嗎 他說你睡著了 然後我就想說天啊 可是歐美流行的野生眉 不適合東方人的輪廓 後來因為它下手很重 那個眉毛也沒有退掉 然後這兩三年其實我現在的眉毛 都是每天我都會 所以你現在已經遮掉一半的眉毛 我已經遮掉一半了 就是仔細看我眉毛下方 是有遮瑕膏 那我們是不是 下一集要邀請妳來卸妝 沒有 真的很可怕 而且我為了這眉毛 我去醫美做了六次 打雷射喔 打不掉 怎麼會打不掉 對 因為它的色 它的那個眉毛的色料是 可能有摻雜棕色 黑色 藍色 紅色 然後醫美醫師也有跟我解釋 他每一次打的色料都不一樣 所以他可能打掉黑色素 紅色就跑起來 然後你下一次去打紅色素 咖啡又跑起來 就是你要打很多次 然後每打一次 就要休息一兩個月 得不償失耶 而且又超痛的 對 然後我就覺得天啊 為了第二春我也太辛苦了吧 第二春你快出現吧 今天的電話都沒變 是不是這樣 怎麼都叫品檢啊 其實我覺得人還是要為自己活 因為你如果越健康 越開心 你周圍的人就會感受到 所以我基本上都是為自己 那我覺得女人如果說瘦一點點 就可以年輕五歲到十歲 你看玉芳 然後佩儀姐 都瘦瘦的 看起來就很年輕 所以我就是希望自己變瘦 所以就減肥 但是因為你知道 有時候減肥到晚上十一點不吃 你就會意志力就是 開始打仗了 對 然後你通常都是 十二點會去吃泡麵 就是你前面忍了一整天 所以到十一點就受不了 十一點到十二點 是跟自己掙扎 後來想算了 十二點就泡一碗泡麵 然後我就覺得 哇 肚子溫熱好好入睡喔 你就睡了 所以我就越減越肥 那當然除了這個減肥之外 我覺得我自己呢 就喜歡買一些東西 比如說買很貴的保養品啊 還有我曾經買過一年的蜂王乳 就是想說讓維持女性 對 皮膚漂亮 我就買了一年的 然後我保養品也買了很多 可是因為這邊要吃一點 那邊要吃一點 再加上保養品還要擦 所以呢 我基本上都把它放在我的床前 因為我覺得我買到以後 感覺自己就變年輕了 可是都沒有在吃 所以其實這一點也是很不好的 很糟糕的 那我後來就想說 那我就會用中藥減肥 所以呢 就是維持自己的體態 我就去找中醫 然後保養自己的內臟啊 順便可以調整人家體重 可是我又很怕中醫呢 會有那種重金屬的問題 所以通常我都是 一個月去吃一個禮拜 到兩個禮拜 然後第三 第四個禮拜就不吃 我怕說它有什麼狀況 我就代謝 所以呢 其實我的超前部署啊 對於我來講 其實就是每次都是半途而非 都沒有用 但是我買了以後就安心 就放在那邊 它是有超前部署的觀念啦 但是沒有橫心啦 我有觀念 然後我放在那邊 然後買了保養品 我皮膚就變很好 可是都沒有很認真 你一個保養品 你沒有辦法把它從頭 把它用到完這樣子 沒有辦法 但我都會放在床前 然後我就覺得皮膚變好了 對 他用眼睛看就覺得 我用眼睛看 我就覺得皮膚變好了 有花錢就覺得有效 你剛剛那個過期了十年 都還是擺在那邊 真的 都還擺在那邊 就覺得 我好像變年輕了 真的 但是沒有用 當初花那麼多錢買 對 就是有這種概念 是要有毅力 而且要簡單 對 最重要 所以其實剛剛佩儀姐介紹的是 滿好的攝取方式 對不對 像我 我覺得我最有恆心的是 前三年前 三年前 你看看 那時候真的好秀 對 所以你看 瓜仔臉 沒有 就頭 南瓜子都來了 你看 就是 其實我為什麼會這樣子 有毅力瘦下來 第一個就是 我瘦下來以後 我可以穿我以前 這個花系店那種洋裝有沒有 有腰身 不然以前我胖媽都是穿那種 大大寬 快以為人家看不住我的 看不到我的三沾吧 我根本 我從生完貝殼以後 就沒有穿過有腰身的 不敢 因為整個婦孺什麼什麼都有了 那後來我這三年 就有一個造型師 他幫我做造型 那我就覺得 我每次出去人家說 佩儀姐妳這套妳好漂亮 妳變年輕了 你知道那個讚美聲 比樂透還要投資任何東西 都要來得興奮然後開心 然後每次穿起來人家說漂亮 買 這件我買 那一件 買 然後以前你看我胖的時候 我哪敢穿白色 可是現在就敢去 因為稍微比較有自信以後 然後也敢穿年輕人的衣服了 拿年輕人的包包了 然後老公也 因為就是比較我們常會拍 你看像那一張很浪喔 去美國 多浪漫 對 我們要準備 對 燭光晚餐 對 那跟兒子出去吃飯的時候 有時候夜景 就會穿很時尚的 那他會覺得自己好像又變得 更年輕回到30歲的我 我覺得就是買買買 好啦 講到這個 就離開了我老公以後 跟小孩我回來台灣 不是要那個隔離嗎 一共21天對不對 在飯店裡面14天的時候 然後每個人都知道我回來 又一個人 大家都怕我晚年過得不好 所以很多人送我 年我生日 送我吃了五個蛋糕 哇塞 對 還有不只蛋糕還有甜點 還有豬腳麵線 水果甜的不當豬腳 還有手本的草 這只是一部分 還有很多 他們送到防疫旅館來 用暖暖的阿姨 然後我的心情人說四神湯 大丸 麵線跟各來一份 另外一個同學上午來 下午又一個麻辣燙 那個防疫旅館 沒有微波爐你知道 你不吃 冷了就不好吃了 我就這樣吃啊吃啊 可是那個房間就只有浴室走到沙發 沙發再走到浴室 就只能泡澡 然後動一動 我就看那個滑燈出場 到底兇手是誰 在那邊一直看你知道嗎 胖了好幾公斤 回來又獨自一個人過年 也是覺得 就算媽媽不在 老公沒有我還是要吃好一點 什麼蘿蔔糕 什麼年糕 什麼糕 什麼糕 然後就吃 吃一吃最近又變胖一個 一兩個尺寸 然後現在努力再減 所以超前部署也沒用 對 有用 我跟妳講拿LALA來做比較 年輕人 她如果要減肥 而且現在夏天要到 要穿比基尼的季節 她一定有獨門配方 對 有什麼 我們要學習一下 因為我覺得女生真的很容易懶得動 尤其是最近的劇都好好看喔 剛剛我錄影前的玉芳姐 有跟我們分享一個劇嘛 我最近有個戲要上 婚姻結業室 Netflix有在看喔 我一定會追 然後每次一天一追 可能就十幾個小時過去 妳拍在那一動也不動 然後肚子就突然變大 然後我女兒從側面看我就說 媽媽妳還笑 妳那個雙下巴妳還笑得出來 妳上節目會被笑喔 妳現在笑完家 妳上節目會被笑 然後我才發現 我的身材已經開始慢慢長肉了 而且夏天快到了 這些肉其實 衣服 布料都遮不住 而且我有時候都會想說 拍一些比較 布料比較少的照片 激勵女性 可是如果我現在身材走中怎麼辦 後來我晚上 就是晚餐的時候就會吃這個 這個是藤茶膠囊 它是有建置號 唯一不行成體脂肪的那個 藤茶膠囊 可以拿到建置號不容易耶 對 而且它是有添加唯一 漢粉的那個藤茶的這個成分 那像我們一般就是比較會聽到 耳茶素的成分 那我聽到那個 藤茶 藤茶的時候我就覺得 我應該要上網做個功課 才會知道說我們 畢竟我們要吃到身體裡面的嘛 那藤茶它是老祖宗流傳下來的方式 那是明醫 李時珍曾經三度尋訪 因為那個時候就是清光序皇帝 他身體很虛弱 然後許多寓醫看過都束手無策 就覺得都沒有辦法 那後來他們的老師 陳子賀先生就四處奔走 然後終於在他武林的老家 求的這個命方 就是這個藤茶 然後帶回來給皇帝飲用 就沒想到身體好起來 因為他身體有促進代謝的功能 那促進代謝身體就會自然好起來嘛 而且我覺得體脂肪如果過多 其實不只說我們身上長肉 由於健康來講 也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那像藤茶它萃取的藤茶素 它裡面就是有 二清陽梅素 它可以提高身體的 藍紫素 然後藍紫素是一種 脂肪細胞分泌的激素 那脂肪過多 藍紫素分泌就會減少 而且藤茶素可以增加體內的藍紫素 那一方面幫助燃燒脂肪 然後減少體脂肪的產生 我就覺得這個東西非常的棒 其實老祖宗也有一套我們 虛層卓層卓層卓層的一個 理論 一個理論 然後它可以幫助我們 更有效的打擊那個體脂肪 像菌呢 它就是由我們的藤茶 它就是衝鋒陷陣的 直接去攻擊我們的體脂肪 那層呢 就是由我們的層皮裡面 層就是層皮喔 層皮大家應該比較熟悉一些啦 對 它就是有層皮肝的成分 它就是從旁邊輔助去攻擊 我們體脂肪 那左跟屎就是有我們的山楂 那山楂呢 它就是可以加速我們的代謝 然後幫助我們把這個代謝代謝掉 所以有這個菌層卓屎這個方子呢 可以幫助我們把體脂肪 更完整的代謝掉 那我自己吃了 我是覺得吃了一個月 感覺戶頭真的變得鬆鬆的 對 然後側面看那個肚子的體態 真的也比較好 而且藤茶膠囊 它是全台前三大中藥廠製造 然後有經過很多認證 成分是非常安全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都可以安心的體驗看看 有 照顧有興趣 我都變得上去 半夜12點想吃泡麵的時候 趕快來一顆 我先來吃一個什麼 菌層腐屎這些東西 都放在裡面對不對 對 而且我真的很怕有脂肪肝 所以它其實外表以外 還有體內的內臟 也可以讓你更好 像我自己知道 我們喜歡吃水果的人 三酸肝有值特別高 對 對不對 而且脂肪肝也特別嚴重 真的 這個我真的是在 門診上真的很常看到 其實很多女生 然後我會覺得 想要讓我們身體健康 然後補充一些天然的食物 就覺得天然的食物 好像OK沒有關係 可是其實譬如說 每天都是攝取果汁好了 譬如說一天一杯柳橙汁 可是你知道 大概一杯500cc左右的柳橙汁 它可能就是要榨了 大概8顆到12顆的柳丁 也就是你每一天的水果量 你只要喝一杯柳橙汁 你一天的水果量 就已經過量囉 雖然水果蔬菜是好的 但是水果你太多 它一樣也是有果糖 那這個過多的糖分 就會累積在 就是我們三酸肝用脂就會變高 然後它就會累積在我們的肝臟 所以就會有脂肪肝 所以有些人很奇怪 他不喝酒 可是他卻有嚴重的脂肪肝 或是他不喝酒 他可能會肝纖維化 甚至肝硬化 那其實這個 跟我們攝取進來的東西 真的都是要特別留意 就是很多東西 都是補充適量就好 真的都是不要太多 所以其實還是會建議大家說 平常真的就是以均衡飲食為主軸 很簡單的概念 就是這一餐要有 就是我們的全股類 就是我們的飯 對 然後盡量就是以原型酥油 盡量不要去精緻的 譬如說糙米飯 或是紫米飯 燕麥飯都好 然後再來有肉 有菜 那至少這三個都有 就是一個比較均衡的概念在 那當然以蔬菜來講 但水果我們會限量 但是蔬菜就不會限量 因為現在人蔬菜 真的攝取太少了 所以就是鼓勵大家 就是有一個概念 就是能夠攝取蔬菜的時候 就盡量多吃 就不會去限制 攝取蔬菜的量 那同時如果可以 再搭配一些運動 那很多人真的就是沒有辦法 真的就是固定時間 然後固定 一定要去做什麼運動 那至少去保養一個原則 就是能走的時候 我們就盡量走路 譬如說三樓 我們就不要坐電梯 我們就是爬樓梯 或者是到捷運站的距離 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都多走一點路 就是盡量不要去搭計程車 或者是做一些 其他的交通工具 就是能走 就是盡量去走 至少我們身體 還是會有去做一個活動 所以飲食的話要均衡 然後要多運動 然後多運動 然後一天的話 最起碼要走一萬步以上 那這樣子的話 會稍微比較健康一點 不過說實在的 夏天快要到了 女生都要維持 我們現在不能亂吃 半夜十二點不能吃爆麵 對不對 吃一點藤茶 對 就吃就好了 我等一下就去買 好 要補充我的那個記憶力 打電話給我 好不好 好 健康同學會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謝謝 謝謝所有來賓們 接著 別人 我來賓們 前面 對 按燈 吃 每人 吃 佈 deaths 不 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